嗨 大家早安 神祖的雙鋪成交報道 歡迎收睇 就是這個 早上8點40分 5月3號 星期五 今天就是跟我老婆的 One on one 殘骸腳 這裡好運 好運 成交了 今天報紙這部份到的 6,18萬 我想說三件事 一 就是楊芬斌 超級好人 我跟他吃過飯 整天跟我打拳頭 跟他講的意思是 完全是拼鬥出來 你從他身上學很多東西 我都學了很多怎樣教我做生意 第二 這家就抵爛 大大間店 六千一百萬名牌商店 三 始終起發職點的時候 這些 即是發達的地方 這些店舖很值錢 因為租客通常不會搬走 好 看看這裡的基本資料 6,18萬成交了的時候 就是楊芬斌買入 看看基本資料 好 嘩 現在坐在車上 早上9點03分 道理上1 2 3 4 5 就是10點才開 你看看門口的房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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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去到那裡了 會是10點才開 因為現在9點03分這條龍已經是這樣的 星期六才是9點中開 嘩 真不知道你站得多久 門口真的要打人 什麼時候打算 oczywiście man 是說的 死去 5次 以前 我們不回來了 幸好 叫 9次 品牌 2次 好, 停完的時候, 現在先整棟大廈 拍攝整棟大廈時, 說中間貿易戰 今天新聞報導 我告訴你, 這是9至11號地下 去到閣樓, 新成交是3000呎 閣樓面積是2200呎 說的是賣了市傳 因為昨天收到資料, 養份不買入 但昨天收到不知是否真的 今天報道無緣無故, 報紙再說出來 真的特別是真的 回報3.8厘, 很重要 租金的192千元, 我在新聞報道讀給你聽 之後再讀經紀的資料給你看 看看圖籍 2008年的時候, 那時是去買入的 那時是一男子去買入 近年的時候, 楊粉彬在這裏說起 他很活躍, 買入了很多的店舖 所以這次的時候, 總之就是買入一大抽 楊粉彬當時也買了20-30間店舖 甚至一大間店舖 他本身做實業病人 你跟他談得很實, 不是一個炒家 他買了不賣, 買了不賣 留給下一代也好, 怎樣也好 是很實業的人 他現在專門購買一些比較民生的位置 全部都是很旺的位置, 很出名的位置 很窄的, 我很難相信會善本 這裏, 讀一些基本資料給你看 這間店舖, 抱歉, 這裏在下雨 我的鏡頭不是很活躍 再讀一下基本資料 前陣子收到經紀的時候, 全城都有說這間店舖 不過這麼大人馬的時候, 不是我的類型 如果有錢, 我也買這間 3,000呎地舖, 入職角2,200呎 我讀經紀資料給你聽 門闊時41呎, 門深時70呎 現在開始的時候, 門都排隊了 但天保雲的時候, 這裏租金是216,557元 去到2022年, 回報很高 基本上可以買公司, 省下很多錢 這裏如果有地理位置, 你知道 這裏就是蜂鳴街, 這裏就是大埔道 這裏的視頻很高, 很多車走過 人流就少一些, 但很多車走過時, 能夠看得到 變成那些人都特意駕駛過來這一邊 看圖籍, 這些全部圈著, 你看得到的 圖籍很大, 店舖很大, 很起眼 你也知道這間點心店的時候 很多年, 米芝蓮最便宜的店舖 1993年起的時候, 2009年第一間店舖 是在旺角開的 我看過網站那樣寫, 當時我沒有幫忙過 後來在這裏再開第二間分店 但在這裏開分店的時候, 馬上五個月內 就拿了米芝蓮, 連續在 2009年 很多年就拿了點心 這就是米芝蓮, 基本上這裏再說回 這間店是2010年5月份開的, 第二分店 座位就比它第一間店在旺角多五倍 平為一星, 總之五個月時間平為一星 拿了很多獎 基本上發達的店舖的時候, 租飯繼續租下去 不要大幅價租, 不要逼死它, 一定在這裏 這個位置漂亮得一流 深水埗, 我都想不到哪間店舖 是出名過添好運的店舖 報道員的報道, 多謝 Thank you 這裏是最終的, 多謝 這裏是最終的, 多謝 這裏是最終的, 多謝